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單元跟大家說明是人的互動體驗 我們之前應該有看過這張圖 我有播出來給大家看過 就是1928年的一個想像 老奶奶在家裡面 然後當時幻想說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什麼樣的系統 然後老人家跟兒孫雖然可能不一定住在一起 可是可以有這樣的系統來跟大家在線上一起過聖誕節 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放了四個很大的螢幕 螢幕裡面是遠方的使用者 然後老奶奶就坐在很舒服的坐在沙發上 然後旁邊放了一顆聖誕樹 然後跟大家一起過聖誕節 1928年的這個想像 在1930年就被實現出來了 1930年貝爾公司做出來的第一代的視訊系統 你看它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螢幕小小的 然後基本上它是在一個房間裡面 這個東西在1964年被產品化、商品化 然後正式的推廣給一般大眾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世界萬國博覽會上面展出來的視訊電話 就是你看到一般的電話之外還會多一個螢幕 螢幕裡面可以看到對方的使用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螢幕旁邊有一個相機 這基本上形狀跟我們現在的webcam都差不多 對不對 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像 這跟一個所謂的資訊豐富性的理論有關 在資訊豐富性理論裡面 認為 人們認為 好的溝通 就是人跟人之間好的溝通的關鍵 在於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傳遞的資訊量的豐富程度 豐富程度越高 那麼這個溝通就會越有效果 好 什麼叫做豐富程度 在這個理論裡面認為 人跟人的面對面互動 是這個資訊量最豐富的互動方式 為什麼 因為人除了可以互相講話 就是透過聲音來溝通之外 我可以看到對方的表情 我可以透過表現出肢體動作 我甚至可以聽到周圍環境的聲音 然後知道對方可能有什麼樣子的回應等等 各式各樣很豐富的資訊傳遞出來 所以 面對面的互動在這個資訊豐富理論裡面呢 認為是最豐富的互動的可能性 所以貝爾公司的這個視訊電話也是一樣的想法 就是 我們一般講電話沒有錯 那 更好的講電話的方式會是什麼呢 所以他們想像就是說 好 那我讓資訊更豐富 我在原本聲音的系統之外 再加上 這個影像 我可以看到對方的表情 看到對方的講話的嘴唇 他們認為說 有視訊電話 應該就會是取代電話的下一個科技 在當時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好 這個是 資訊豐富理論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 假如說面對面的溝通 是 資訊量最豐富的 好 那麼 電話加上 影像 很可能就少一點點 因為少了某一些什麼樣子的細節 比如說身體動作看不到 或者是看不完整等等 好 那單純只有聲音 好 沒有影像 那可能又再少一點點 然後 假如說不是 連聲音都沒有 而是文字 好 那可能又會再少一點點 就這樣 就是各式各樣人跟人之間 溝通的 各種可能性當中 有所謂的豐富性的程度的差別 好 然後 然後這個豐富性的程度越高 好 那這個理論認為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就越好 好 那譬如說像這個是 這個 這個 視訊電話 貝爾的視訊電話的一個廣告 你可以看到 好像老奶奶滿臉幸福 然後看到遠方的媽媽跟孫子 這樣在那邊很快樂 這樣 好 可是視訊電話的 事實是什麼 1964年我們說 他開始推出這套系統 推出來之後 有71支視訊電話被安裝 到了1969年 5年之後 就只剩下 只有25支 視訊電話 還有持續在被使用 又過了一年 1970年之後 就完全沒有任何視訊電話 是有在被使用的狀態了 然後到了1978年 掙扎了很久 貝爾公司只好決定 停止視訊電話的服務 好 那你可以想像 貝爾公司要推出視訊電話 他們必須建構什麼 他們必須整個把他們的網路 電話系統 電話的染線系統等等 當時還沒有網路 還沒有電腦網路 就只有電話線 大家記得這件事情 他必須把整個電話的系統 全面變更 可是最後結果是這一個系統失敗 那這一個變更等於說是 完全就是白號了 那估計 貝爾公司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損失了500個Million美金 所以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損失 不好意思 跳過去了 好 那所以我們的問題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資訊豐富化的 豐富性的理論 在貝爾公司的視訊電話的應用上 是失敗的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的課程當中 有讓各位同學在課程裡面討論 這種可能性是什麼等等 我們再來看一些其他的設計的案例 在2012年 我們這裡舉的三個例子 都是2012年被提出來的 就是有很多這種 模仿人跟人之間面對面互動的設計 被做出來 我們看到這一個是做出一個 人的形狀好像張開雙臂 然後這個東西呢 它的概念就是說人可以抱著這個東西 然後來跟遠距的對象來虛擬擁抱 就是透過這個實體的不我 然後來做虛擬擁抱的動作 就是你抱住它的時候 然後假如對方也抱著它 那你就會感受到這個東西它在震動 透過震動的方式來模擬 這個是在模擬遠距握手的方式 一方帶著一個手套 另一方它這邊做了一個模具 那這個矽膠的東西呢 裡面有一個加熱片 所以你可以手伸到這個裡面去 然後好像跟對方手握在一起一樣 有那個溫度 這個是遠距親吻的一個小豬 然後也是一樣 它就是在模擬 一比一的模擬 人跟人之間面對面互動的方式 好 這邊給大家討論就是 或大家自己來讓大家反省的是 這個東西你自己對它的感受如何 你的想像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在課程上面做過的討論 然後也有歡迎同學 你沒有上課的 你自己做一些這個問題的反省 就是你認為這些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是為什麼視訊電話失敗了 它在設計上是不是忽略了什麼樣的一些細節 那我們怎麼樣來檢討這件事呢 我們可以看我們現在的手機也有視訊功能 對不對 所以不妨來想想看 你到底什麼時候會用到電話的視訊功能 來跟對方通話 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 平常的時候可能沒有 為什麼你有時候會用 有時候什麼時候不會用 然後什麼時候用這個是成立的 什麼時候你會不想要用視訊來跟對方通話 為什麼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去思考說 到底人跟人之間遠距的通話這件事的本質 到底是什麼樣子 到底視訊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來做一個這樣的討論的反省 第二個是關於我們前面看到三個 模仿人跟人之間擁抱或是握手或者是親吻的這幾個設計 你認為它是一個合理的設計嗎 就是透過一個物件來模仿真實的感受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麼 好 就大概是這兩個題目 來請大家 做一個反省 來想想看 好 那我們這邊要提出來給大家做參考的 是我們認為在體驗設計裡面怎麼回答這個問題的一個想法 在體驗設計裡面我們前面也講過 關於人做一件事情的動機 那件事情是最核心的 那在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的動機可以有很多種 那我這邊跟大家提的是所謂的親密感 親密感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需求 它不是後天 它是人作為人類這種動 這種生物它本有的一種需求 那我們前面體驗設計也講過 除了這個親密感之外 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自主 我想要自主感 我想要這個冒險 我想要探索冒險 然後我想要安全感 然後我想要這個個人的成就感等等 這些就是我們剛剛提到所謂的動機的問題 人有各式各樣想要去完成的 想要去做的這幾個動機 是屬於人類很基本的 那在親密感這件事情上 我們認為說是人跟人之間產生互動體驗的一個 根本的動機 那所以我這邊可以給大家的一些素材 是我們有什麼樣子的一種策略 在心理學上是有平有據的策略 是可以提升人跟人之間的親密感的 當然我這邊只是提出幾種可能性 那給大家參考 那也許各位同學會發學出新的可能性也說不定 這都沒有關係 基本上我們提出來的策略有這六種 第一個是知覺Awareness 就是我知道對方 我能夠感覺好像他有某一些在做的事情 或是他的狀態 是我雖然不在他身邊 可是我也可以感受得到 現在是知覺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的例子 第二個是Expressivity 就是情感表現的能力 我越能夠表述出我內心的情感 或是我的一些想法 就會越能夠拉近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第三個是身體的親密接觸 這個就很直觀 不用特別說明 第四個是禮物 禮物是一個 你看我們常常去拜訪朋友 或是拜訪陌生人 或是拜訪重要的人 我們都會準備禮物 禮物它在心理學上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它是表現一種善意的一種方式 然後人類會接受這一種表現的方式 第五個是共同完成的事情 人跟人之間能夠共同完成的事情 也是一個很好拉近彼此距離的一種策略 然後第六個是回憶 能夠重新把兩個人之間曾經發生的故事 重新拿出來 然後讓大家重新去回憶它 然後重新去發現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一些 共同存在的記憶或是價值 這個是也是產生親密感的一個很有效的策略 這六種策略請大家記起來 尤其是假如說你要 你的題目是選定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的時候 你可能在做你的設計構想的時候就會考慮說 到底我今天選用的策略是當中的哪一種 你可能未必說一定要先選定一個策略來做設計 不用 可是你可以在做設計的時候回去反省說 到底我現在所想的這個設計是不是符合某一種策略 換句話說 這個也可以幫助大家思考說 我所想的這個構想 能不能夠真正產生親密感 這是一個給大家參考的資料 那我們再舉個例子 好 這裡有更多的例子 請大家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這裡我們有一個網頁 這個網頁裡面蒐集了各式各樣人跟人之間互動的設計 可以歡迎大家上來看 也不歡迎大家上來看 是因為假如說你看了之後會發現你想不出新的東西的話 如果這樣子一躍的話 那就先不要上來看這個網頁 等你設計做到你覺得想不出點子的時候 然後你再上來參考 這也可以 好 第一個例子是這個知覺 Awareness 這是一個TapTap 它是在募資平台上出現的一個產品 這是在募資平台上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基本上像是一個手錶 然後假如各位同學去查TapTap 他們還拍了一個這個勇者傳說的影片 還蠻可愛的 就是說這個東西它使用方式很簡單 就是我跟我的伴侶之間一人帶一個 然後我就要輕敲我的這個手錶兩下 對方的手環就會震動 就這樣子而已 結束 它沒有什麼很複雜 它就是我想你的時候我就敲兩下 你就會知道我在想你 嗯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一種知覺的概念 就是我能夠讓你知道我在想你 或者說你能夠知道說對方在我身邊 雖然實際上可能是沒有在一起這樣 好 第二個是這個Expressivity 親感表現 這是一個畢業的專題 它做了一個枕頭 這個枕頭是什麼 它要讓小男孩 小男孩在歐洲 他們都喜歡就是 就是 夜面問好的時候 不是很含蓄說Hello 這樣不是 它就是拿拳頭就吹你的肩膀 這是小男生打招呼的方式 因為覺得他們這樣 他們會覺得這樣子的動作 比較像男生 比較Man 有一種這個 淘氣的感覺 所以它做了一個枕頭是怎麼樣 這枕頭你可以吹打它 然後 然後對方的枕頭就會反擊 就是你比如說你吹你自己的枕頭 然後對方的 你在遠距使用者那邊那顆枕頭 就會好像有一個 按摩一樣 就會有一個動作會撞出來 就是你可以遠距吹打對方 這樣的概念 然後對方也可以把他吹 也可以敲回來這樣子 就是 雖然兩個小男孩可能距離很遠 可是你可以有一個枕頭 可以這樣子來吹對方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當然這跟前面那也是很像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它透過它表現出來的這一種 錘打 你可以表現出某種情緒性 比如說我今天是錘打輕輕地拍 還是我今天很用力地錘 還是什麼樣子 它就表現出一種情緒 然後這種情緒是 只有肢體才能夠完成的 就是透過物理性的碰撞 才會表現出來的 好 再來是肢體接觸 肢體接觸 我們剛剛前面看到那個 遠距擁抱 遠距握手 遠距親吻 當然都是其中一種 可是我更喜歡看到的是 像 大家圖片上看到的 這種設計 它是兩個人一起玩的遊戲 然後這個遊戲裡的方式 的控制方式 是透過兩個人的肢體接觸來完成的 換句話說 兩個人之間必須培養出某種默契 然後這種默契是身體的 而不是語言上的 然後從此能夠增加兩個人之間 肢體互動的可能性 禮物 這個是剛剛設計那個手套的 那個作者的另外一個作品 這個禮物是什麼 這個禮物是你可以傳一個訊息給你的家人 然後這個訊息它會藏起來 譬如說它把它藏在衣櫃裡面 然後它會印出一張小紙條 然後就是 你會給對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發現你留給他的訊息 像這樣的概念 所以禮物在它的概念裡面 被設計成是一種surprise 是一種在你驚奇 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給你的一個 表現出來的一個我的善意 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好 共同完成一件事的體驗 這應該也是一個畢業設計的作品 我沒記錯的話 它是一個收音機 然後基本上這個收音機可以 比如說四五個人一起 來遠距共同使用 就是這四五個人是一個群體 然後每個人都有一台這樣的收音機 然後這個收音機上面有一個按鈕 一個小的圓柱 有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讓你插到那個孔裡面去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收音機裡面上面有 左邊一個孔 然後右邊四個孔 你可以把它插到這個裡面去 左邊這個孔是自己的 你就插進來之後 你就是好像收音機一樣 你可以調整它的頻率 然後選擇自己想要聽的頻道 然後你也可以把你這個東西拔起來 然後插到別的孔 那這每一個其他的孔 就代表遠方的其他的使用者 當你插到比如說A孔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A孔的 代表A孔的那個使用者 他現在正在聽的音樂是什麼 換句話說 當你在聽音樂的時候 你也可以預期 現在也有其他人在過來跟你聽 你現在在聽的音樂 就這樣透過一個遠距的方式 同步的 可是沒有任何語言交流的 來共同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聽廣播 好 回憶 這是一個設計研究 那它的設計是這樣子 這是設計給比如說 親朋好友相約要一起吃飯的時候 的一個放在餐桌上的一個 話題提供機 有點像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可以想像 比如說我們有幾家人坐在一起 然後有一個這樣提提放在桌上 然後大家在吃飯 然後吃飯的時候大家就會想要聊天 那問題就是可能不知道聊什麼 或者是不知道聊這個話題會不會尷尬等等 所以這個系統呢 這個系統呢 它會 你在平常的時候 它會收集你在Facebook上面 張貼的相片 因為你在Facebook上面 張貼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東西是你願意分享給別人的 然後到了你們要一起吃飯的時候 這些資料就會被收集起來 然後出現在這個 大家看到螢幕上的這個機器上面 然後就是 然後它會隨機的出現不同的人 它在它的臉書上面 貼出來的 不同時間的照片 然後大家就可以以這個為話題 來彼此來看說 當時你在做了一個什麼樣子的事情 或是當時 這是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啊 一起去的什麼地方 像這樣子來讓大家 找到一個話題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它跟 我們現在Facebook有時候 會突然跳出來一個網頁說 你跟某某人之間 共同的回憶的這個概念有一點點像 就是它去收集你之前的一些 在社交社群媒體上面的一些資訊 然後在一個合適的時間 然後把它重新投影出來 好 以上就是這個單元來跟大家很精緻的說明 人際互動的設計 大概可能的樣貌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提出了六種策略給大家參考 好 那希望各位同學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 比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案例 更有創意的想像 好 謝謝大家